前半截前面一点点 现在这个医院排的起码有1万人 你信吗 这前面还得好 怕1万人 你看 你看这边还不是 拍个视频 这边还不是 哎 真是 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 今天是2月28号了 三亚呢 已经是很温暖的天气了 晴空万里 万里无云 但是呢 三亚今天有一个小小的阴霾 就是 有一个24号到三亚来的旅客 天津过来的 在27号的时候 被检测出了新冠疫情的阳性 成为了一个确诊病例 这也是自这个 2020年疫情以来吧 三亚第一次有确诊病例 在三亚 我的儿子呢 是在内蒙古 霍和浩特上医学院 他本来是今天 应该是在大学里开学的 可是 由于疫情的关系 霍和浩特有 300多个病例吧 他现在呢 也没有去上学 但是他今天已经开学了 他怎么开学 我们去看看 这个影子 敲着脚的这个小年轻啊 他正在上网课 挺可怕的吧 那个一个骷髅头 医学生学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头部 这是什么课呀 局部解剖 局部解剖学 由于疫情的关系 真的应该有不少的大学生 现在呢 又在家里上大学了 儿子呢 是2020年去上了大学 他们上大学之前的那个 半年里 疫情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 很多学生呢 是在家里大学毕业的 随着疫情的减缓 我们国家采取了 动态清零的政策 但是如果碰到 疫情严重的地区 还是有很多学生 不能到学校去 那么这些 不能在学校上学的孩子呢 就在家里读小学 读初中 甚至读大学 昨天有一个网友 在我评论区里面说 既然买东西 都可以到网上买 那么上学 为什么必须要到学校去上 在网上上 是不是一样呢 其实呢 老师讲的知识 肯定肯定是一样的 但是在学校上学 和在网上上学 还是有区别的 学校呢 是有纪律约束的 是一个比较严格的环境 孩子呢 能够比较集中精神地去学习 当你在家里上学的时候 如果没有家长看管的话 尤其是中小学生 他很容易地 造成这个环境的舒适 让他对学习呢 产生一定的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叫懒散的感觉嘛 学习效果肯定就没有 在学校那么好了 当然了 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尽快结束吧 孩子呢 能够正常地在学校上学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 人群 哈喽大家好 就在刚才一个小时之前 那个我这边 头条上推送消息 说是三岸这边有疫情了 疫情是天津来的一家三口 在那个人横 晃光假日酒店 包括海棠湾和这个 湖枝州岛 然后周边的一些景点 有迹象的旅行的轨迹 这两天 那个海南岛的天气刚刚转暖吧 从昨天到今天开始 今天是第二天天气好的 包括看着前面的海 都是特别的漂亮 特别的蓝 我们计划是 三月六号 七号出发去三亚的 但是看到目前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能要取消这个行程了 然后就在周边的 今年是已经是我们连着第三年来 海南这边过冬了 主要是因为三亚 尤其是三亚那边 有比较多的这种亲自旅游设施 包括三亚的红树林酒店 我们已经去过两次了 包括这个亚特兰蒂斯的水世界 其实现在这个阶段的话 很多小孩 他们是因为是三月三号 我问了很多小朋友 都是三月三号开学 那可能大家的这个行程 就需要变更了 有可能要提前返程 有可能要换这个旅游目的地 如果要换旅游目的地的这种的 琼海和外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琼海这边的亚洲湾国际大酒店 它这边相对来说 清子水上设施比较多一些 然后再可以去万宁这边的兴隆镇 到那边去泡一泡温泉 它那边温泉也有带独立泳池的这种房子 也挺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疫区的这种的 这段时间我觉得能不出行 就尽量不要出行吧 因为这样对大家都好 比如说像这次这个疫情 就是疫区过来的 然后就对 其实对当地的旅游 各方面影响都挺大的 这个